再先做一個大概 至於要怎麼精細調整 你們自己來調一下 那接下來我用什麼魔術棒工具 把它快速選起來 選完之後記得按把它翻轉一下 這個選取區有個反轉 本來是選背後嘛 然後再找到那個反轉 反轉完之後你就Ctrl-C 然後接下來就在背景地方 把它Ctrl-V貼上 那貼上之後你會發現 鴨子就跑過來這邊了 那當然它上面有一個有沒有這個塗層 不過特別注意 這個塗層它題目應該是要 我們把它變成一個像水波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看這邊完成就知道了 應該鴨子在前面 然後呢底下這個連漪有沒有 要在後面才對 所以呢我們貼過來之後 它塗層放錯位置怎麼辦 沒關係把它移動一下 把鴨子放在上面 那它就在下面 但是再來的話呢 我們需要一個連漪的效果 那至於這個連漪效果 它有沒有什麼樣的提示 我們看一下 那提示部分的話呢 它是說呢 要為這個塗層1 就剛剛那個底 然後呢做一個鋸齒狀 所以我知道濾鏡裡面 你們要找一個鋸齒狀 然後呢使這個結果 要跟塗檔的視覺效果 幾乎是一樣 OK 那這怎麼做啦 你會發現這個是最後完成的 有點像一個連漪 所以呢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來看一下 那當然我們可以先把鴨子先隱藏起來 因為其實主角應該是這個 另外的話 記得把圖層點選背景 那怎麼樣可以把它變成鋸齒狀 當然第一個特別注意 因為呢 這個圖的話 基本上主要是這一塊 所以記得 你們先用那個選舉工具 裡面的矩形好了 先把這一塊先選起來 因為如果你不選的話呢 它可能會包含上面的範圍 也通通做動作 所以第一個 先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選完之後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 再找到濾鏡裡面有一個扭曲 鋸齒狀就在扭曲裡面 在這個地方 那接下來的話呢 重頭戲來了 那要怎麼樣剛剛好 所以特別是說 濾鏡裡面的扭曲的鋸齒狀 那要怎麼樣可以做出像連漪的這個效果 那可能要再試一下 那總共的話 你可以看到 上方 它會有一個所謂的總量 有沒有 總量多寡 上面會顯示嘛 總量越多 總量越大的話 越小就會變成反向的 像這樣子 那越大的話 這個反向有點像是連漪顛倒過來 然後正向的話呢 變成它往上凸 有沒有 那當然這個數字越大的話 相對它連漪越明顯 所以大概多少差不多啦 我大概用個90好了 那另外的話 極形就凸出來的地方 當然你越多有沒有 你會發現它連漪越大 有沒有 上這麼大 這個有點太多了 然後 比較少的話 它大概幾個 其實你可以算得出來 就是完成的這個 裡面 它總共有幾個呢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應該理論上在五個吧 應該沒錯啦 OK 至於細節 你們自己再去 try 因為說真的要把它弄得剛剛好的話 你看幾個 五個 好 那這樣的話呢 底下還有風格 到底是 遠離中心呢 像這樣子 這樣看起來好像不一樣 然後再來還是 這個是圍繞 然後還是遠離中心點 遠離中心點好像也不對 所以理論上看起來 最像的應該是什麼 池塘那個什麼 連漪狀 像這樣子 這個好像已經很接近了 那你上面還可以放大縮小 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你可以再把它放大一下 然後再縮小一下 好像大概已經蠻接近的 可是 如果你覺得還是不太OK啦 反正你就再try 其實說真的很花時間 還有另外有一點 按確定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它就會有一個連漪 那跟原來 跟它要的這個完成檔一步一樣 看一下 有一點接近的 壓制再放上去看看 壓制放上去的 選舉區也把它取消了 取消 這邊有一個連漪的 跟原來 不過好像還是有差 有沒有 哪邊有差呢 好像那個位置不太對 有沒有 它好像比較靠哪邊 靠那個 右邊一點 有沒有 然後我們好像比較 左邊一點 所以怎麼樣讓它可以 讓它再 往右邊一點 這個可能你就要下一點功夫了 這個我想微調部分 就交給自己去思考了 其實我覺得 如果要讓聯漪往右邊一點的話 可能有一個技巧 什麼技巧吧 Ctrl、Auto、Z Ctrl、Z 就是把它復原一下 Ctrl、Auto、Z 其實就是可以在哪邊做一個動作 就是在取消選舉 選舉的時候 如果你假設 選的範圍有沒有 就是這邊不要選到的話 那聯漪就會靠 我們應該靠右還是靠左 它比較靠 靠右一點對不對 那你選的技巧說 你選的時候有沒有 不要整個選 因為整個選好像比較靠左 那如果你要靠右一點的話 那你就是把選舉區 選右邊的就好了 試試看 然後再試試看濾鏡好了 有沒有 扭曲 然後鋸齒狀 這個用預設的 看一下 可是如果你上面選到 它變成上面會多一塊 上面有沒有多一塊 不過它遮住就看不到了 看一下 會不會類似像這樣 然後再把那個壓著打開來 遮住 但是這邊有點太 所以選的時候 又不能選太上面 我看一下位置 位置好像 它又太偏高了 所以選舉區就不能太上面了 所以這個其實還是要花一點時間去 去再去try 所以選舉區剛剛得到的結論就是說 你在選的時候 我把它取消 記得不要選太上面 因為太上面會扭曲 所以大概下面這一塊好了 大概這一塊 然後再把圖層記的選對 所以濾鏡裡面再利用 去齒狀工具 把它按確定 基本上 再把壓著打開 我看一下位置 都不OK 位置好像就差不多了 但好像又太過去了 所以選舉區可能就不能那麼大 這個我想請各位 就是自己再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也就是說 這個是202的第三題部分 就是把圖層一變成鋸齒狀